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山东省 烟台市牧品区这个养养布展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果园里 这个果园呢之前我们也来过好几次 用巧克力也是用了好几年了 那么今天呢 这位呢是我们这个果园的园主 山大哥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回访 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苹果的一个 展示的一个效果 你好山大叔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巧克力现在是用了 多长时间用了有几年了 用了好几年了 我记得咱当时我最早来的时候是从 1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来过咱们果园 那时候就开始用了是不是 也当时咱们这个巧克力的一个重视用户了 通过这几年这个咱们果园 后期的这个表现感觉咱们这个巧克力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是吧 不错的 嗯 嗯 那么今年咱们这个园子也用了是吧 今年也用了 这个园子用咱们巧克力用了多少啊 一棵树用二斤半 一棵树用了二斤半 嗯 呃在这一棵树 一 一个园子一目的有 有多少个有 四十左右 一目的四十颗 一目的四十颗 一目的四十颗左右啊 是啊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苹果啊 因为 呃现在呢 我们这个苹果呢 正好是一个采摘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我看那边呢还有许多苹果呢 已经这个采摘完毕了 对这边就赶紧给大家折下去了 这两天就准备摘了是吧这些 嗯 呃感觉咱们这个这些苹果 我看这个表光啊 包括这个 呃个头啊 都挺好的啊 得今年果挺大的呢 我看这个 八五以上 全是这个 九零九零多的 嗯 这个一薄一剁 这个一百多了 这个一薄一剁 可以看一下这个谷个 你看这个苹果一薄一剁 包括这个表光 嗯 这个色子都非常非常不错啊 对 呃咱们今年这个啊 苹果的好情的模样 这个模样 夹个不强今天夹 价格整体面上这个 这个新果的价格不是很好啊 嗯 嗯 但是咱们这个 呃好果实际上也是挺值钱的 是吧 好果的话 嗯 所以说现在培养一个 做一个果园 就是种一个好的果个啊 实际上还是要 呃只要是种这种精细果的话 实际上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 呃那么感觉咱们这个巧克力 这几年 呃整体来说对咱们这个表现的话 呃满意吗 满意 还行我也还行 挺满意的哈 嗯 满意 咱们现在这个苹果的话 呃这是几年的树了这是 哎呀 能有八九年的树 能有八九年的树了哈 能有八九年的树 嗯 嗯 就直接撒就行了哈 直接撒一点 那这个 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是不是 啊比较省时省工省力 是不是 嗯 咱们这个巧克力 以后打算还用没有 用 继续使用 行啊 希望咱们这个巧克力 能够让咱们大家确实是 对咱们这个种植好果来 能出一番利 嗯 也感谢这个山大树的一个支持 希望咱们今年这个苹果大卖吧 虽然是这个行情不好 但是咱们是 还是希望咱们这个能年年涨好果 可以 年年挣大钱好不好 行好 感谢山大树的支持哈 别客气 好嘞 好 好